两个箭头 那就是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哦 看到那个标志就要带转吗 没错 但如果没有两段左转标志 要进行左转的话 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并摆头 在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时 也要注意对象来车 离让执行车哦 还要离让行人哦 没错 女儿好棒 以上广告由朝通部 到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 喂 阿蜜啊 我是你专门了啦 哦 你好你好 我要跟你说国保保费的事啦 我听说政府有保障耶 是啊 那是一般的民众 落国保保费 政府有保障40%哦 另外哦 经济比较不好的人 还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公租申请 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保费减免 既要是审查通过哦 按申请的那个月开始 保障就会拿广告55% 也才是70%耶 如果说是中低收入付 不用申请政府直接保障70%哦 立国保保费政府有保障 经济不好的民众 可以申请保费减免 减金负担 以上广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第三代龙胜腐地全民先进版来咯 台北有一行华丹 马卡管花肉从容 买一种仪只要2980元 不管是万兴肥 或是接着颜色放映的问题 造成国企工人最爱 全部办理解冠 现在注文显身200元 两罐2006 只要2780元 第三代龙胜腐地先进版 两罐2006 注文显身200 看法公共399-599-0800-399-599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改变有时候很孤单 我是贾净文 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 让希望和改变可以在贫困家庭中发生 给很多的弱势家庭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捐款专线04-2206-1234 04-2206-1234 或搜寻无穷世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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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持人陈珠如 也是台湾基建 在高雄赤阳丹麦克的志环禅酸林 今天想来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很趣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就是當美國國會議員來台灣像走廁咖一樣 覺得真的是說這個出兵的好朋友 每天都來泡茶開槓串門子 還順便扛個家 我要去出門,你幫我看一個家 很像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還有一位美國的國會議員 來到了台灣的訪問 他是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這個Marshall Blackburn 那這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也是很嗆的 因為他剛才下輝人家的時候 就在這個推特上面 在那邊推那個推文連發 一推就是在嗆中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課詞 看了就是我們的日常看起來很爽的 他推了什麼東西呢? 例如說 現在是時候 讓我們專注於回報台灣對民主價值的承諾與義務 commitment 並且確保台灣擁有必要的資源 來對抗中國和新邪惡軸心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人在台灣 真的有到漂白的 有這感覺嗎? 接著他又繼續講 就是說台灣正在顯示著強韌跟勇氣 這就是中國最討厭的這個地方 然後他還繼續開嗆 我 就這個Blackburn 永遠不會向中國磕頭 要注意喔 這個地方 這個美國的參議員 他用英文下磕頭兩個字 英文拼音 他這個當然就是特別有紫色 因為就是 跪下磕頭這個東西 這個動作其實在英文也有 但是呢 你用這種中文的拼音方式 就特別去指出磕頭 那就是特別在指著說 中國式的磕頭 那什麼叫做中國式的磕頭 就是 古早的時候 那個 大臣啊 那些草民啊 外國的使節啊 看到中國的風土 都是要跪下來對不對 這種就是 所謂的這個 卑躬屈膝的這種態度 叫做磕頭 他就衍生為說 一種中國式的 我叫你跪 你就跪 是這種意思 所以呢 他特別用磕頭兩個字 其實就是很高級的在酸中國 這樣 我覺得不會像你們中國在那邊磕頭 這樣子 實在是 蠻嗆的 那 為什麼說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好像 已經會越來越 我覺得是有點麻病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問個問題 好 大家都知道 這是第幾個 來到台灣 風雲的美國的國會議員 我相信很少人答得出來對不對 因為連我自己都可能答不太出來 實在是有夠多啦 有過我們把時間的軸線拉得短一點 就是 為這個 國會的這個議長 裴洛西 然後 這個Black Bond是第三團 來到我們台灣 來訪問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八月都還沒過 已經來了三個團 等於說 平均大概一個禮拜就來一次呢 這像不像在走廚咖 誰啊 那為什麼 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這個當然就是跟整個國際局勢的改變 以及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上的體驗 有很大的關係啦 那 要談論到這個 國際地位的提升 我們這時候 就要把這個時間 的軸線 拉長一點 回到那 隆隆時間 其實也沒有多遠啦 大概就是上個世紀 大概 五十年前左右啦 現在是 今年是 兩星空二十二年嘛 二十二年嘛 二十二年嘛 一九七二年 差不多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個時候就是這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美國 準備要來這個見交的時候 那個提到所謂的 近代的美中台 三邊的關係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說是 基本中的基本 關鍵中的關鍵 就像是 你若是要去打這個三角 函數 你一定要會加減乘除 是這樣的一個基本認知 就是 美中台三方關係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的 最重要的 三個 東西 可以說是基礎啦 叫做什麼 就是 美中三個聯合公報 再加一個 plus 一個 台灣關係法 這四項東西 就是 規範的 目前我們看到的 美中台三方關係的 一個大原則 你可以說它是紅線也好 或者說它是一個架構也好 那 基本上的 我們就是在架構裡面 去做一些政治上的折衷 或者一些政治上的努力啦 那麼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三個公報是什麼公報 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在 1972年的2月28日 那美國跟中國 就是有搞出了一個 所謂的 共同發表的 上海的三個 這個上海公報啦 那 上海公報它裡面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堅決反對任何 要去搞出 一中一台 一個中國 兩個政府 兩個中國 台灣獨立 以及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 這些種種的活動或目的 看到這一段關鍵文字 大家應該是 不會這個陌生啦 為什麼 因為一日到今天 大家都會常常聽到這幾句話 這也是中國 每天都在說的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政府始終反對 巴拉巴拉巴拉 你看 這幾句話 中國政府 劃五十年 都沒辦法 你就知道說 這個公報它的整個 意義跟重要性在哪邊 但是 中國政府 反對歸反對 大家要知道 在這個公報裡面 上海公報裡面 美國的態度是什麼呢 美國的態度 他說 你說你的 我有聽到 樂 那個 但是沒有批合不合 可不可 不是紅茶好不好 可不可 可不可以 不是可不可 所以 美國的態度 它的用字遣詞 也是一個 可以呈現出 外交的精妙 或者是說一種藝術所在 因為 你若是帶國際關係 或是說 你是帶進帝的 你都知道說 在這個 上海公報裡面 美國對於 中國 這種要求的 回應是什麼 美國是說 Econology 這什麼意思 這個在 英文的字典裡面 它有兩種 比較常見的解釋 第一個叫做 好 你說你的 我同意你說的話 我 你聽 你說的話 我知道我認同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你說你的 我有聽到 我聽到你的聲音了 我認知 你要怎麼 你要做這個主張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在外交上面非常有趣的 跟這個所謂的 模糊空間的展現 因為 當一個 單字 它具備了一個 相對明確的意思 跟一個相對模糊的意思的時候 在什麼 時間點 要選用什麼樣的定義 這就完完全全是 要掌握在 美方的手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選用這個字 它不是黑白用的 它也不是黑白快的 它是有 鐵白 討論過 研究過 這個就是 在這個上海公報裡面 非常關鍵的一個字 美國是使用 acknowledge 這個字 來做一個處理 所以呢 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美方他的認知 繼續做一個延伸 什麼延伸 就是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都堅持一個中國 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來 在這個地方 大家要注意 要加到出現 美國說什麼 美國說 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 兩岸所有中國人 這三個字 在1972年 絕對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 無關是 中華民國的中國 或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 兩邊都是堅持 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說 在當時你用這個 陳述句子 沒有問題 可是 50年後的今天 關鍵來了 有沒有 是不是很有趣 來 多有趣 因為現在 根據我們最新的民調 自認自己是台灣人的 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而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 也代表歷史新低了 所以是不是 隨著時代的演變 跟台灣自己的努力 已經讓美國在50年前的 這段陳述 這段句子 出現了一個 非常大的 新的可能性 因為我當中國一直強調說 根據上海公報 你們美國不是 爾可那里局嗎 說 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 都堅持一個中國 這時候 最新的狀況是什麼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這句話沒有改變 對不對 可是海峽兩岸 除了中國人之外 還有什麼 台灣人 這個問題 這個現象 不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嗎 對不對 所以這基本上來講 我們要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雖然說 在整個的大框架之中 目前看起來 並沒有嚴重的改變 或者是變化 也就是說 紅線並沒有去 得到一個明顯的轉變 可是呢 它實質的內涵 以及它的空間 確確實實是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 以及隨著台灣在國際關係上面 地位的提升 而得到的實質的改變 那這個最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拉回來 剛剛提到 美國跟中國的三個公報裡面 最重要的上海公報 是說這款民間 對不對 另外一方面 因為美國要跟中國建交 它也知道 如果建交建下去 台灣就是 比較欺慘 所以另外一方面 美國也有跟台灣說 你不要怕 我們另外跟你想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在美國的國會 來制定一個法律 叫做台灣關係法 用美國在國內的法律的位階 強制美國政府 要對台灣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也防止在外交上面的進展 然後去影響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整個在1972年的前後 大概十年之間 1972到1979之間 美中台三方關係的 基本架構的制定過程 那麼呢 這樣的一個制定過程 到了誰 上任的時候 開始產生了變化 第二是美國的川普總統 美國川普總統在2016年上台之後 那整個對友台的情緒 跟這個氣氛都逐步的上升 那當然也是因為美國 要跟中國玩家 發動這個貿易戰 制裁華為跟中芯 大家應該都有英雄啦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欸 不管是真心挺台也好 還是把台灣當成是一個可以去 有利於整個抗中的籌碼也好 反正對我們台灣來說 都是好的東西 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當時候美國川普政府 不只是行政部門 對台灣友善 在國會的部分也很明顯 就是說 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開始路路續續去提出 各式各樣的友台法案 包括什麼國防授權法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的 什麼台北法案之類的 那其中一個已經獲得正式通過 總統也簽署的 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法律 就是要說台灣旅行法 喔 這個名字聽起來比較有趣 但是它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台灣旅行法 它就是說可以說解除封印啦 解除束縛啦 它在這部法律裡面呢 就是鼓勵 台灣跟美國 在各種正式跟非正式的關係 的交流 都是值得去鼓勵的 值得去從事的 說到這裡 比較聰明的聽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 聽起來 覺得怪怪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我們台灣是一個 跟美國有幫救的國家 我們是不需要這部 這個台灣旅行法 為什麼 因為 我要去拜訪朋友 我就去了 為什麼 我又要自訂一個法律 讓我可以去拜訪朋友 對嗎 就像我對面的工程大哥一樣 今天我要去找他玩 我還要特別去 去申請個公文 或自己發個韓文說 哦 根據某某某什麼法律規定 我可以去拜訪對面的工程大哥 這 這 會不會太陷 對不對 這個法律也 某種程度上 凸顯出了 台灣在國際地位上面的一個尷尬 但是呢 它相對的 它也是一個突破 因為 在過去的年代 自從這個 美中三個公報 再加上美中建交之後 其實 美國 對於怎麼樣跟台灣互動 它是有很多的這種 潛規則 白宮以前 甚至出了一本手冊 就是說 啊你 美國的官員 如果要去訪問台灣的話 建議 當然所謂的高階 高階的官員的正式訪問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在很 之前頂多就是什麼 前國務卿 或者是說什麼 前部長 要嘛就是國務卿議員 在馬英九年代 光是一個國務卿議員來 就已經是重大的新聞了 可是到了現在你看 又來了 第三團了 就來啊 是不是 已經變得跟走趙咖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國際局勢的改變 非常的大 跟非常的明顯 那這個背後是代表什麼 這個背後 就代表我們一開始 跟大家所提到的 在1970年代所建立起來的這個 所謂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架構 它其實正在改變當中 雖然說並沒有達到一個很根本性的 這個地位上面的改變 可是我們要知道的是說 在國際的外交上面 在國際的政治上面 所有的大改變 它都是從一個一個小小微小的改變來的 我估計的最明顯的 就是這個培洛西 在培洛西來訪之前 即使在川普政府時期 對台灣的友善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包括就是這個 有那個衛生部長阿薩爾 或者是說那個駐聯合國大使 覺得差一點要來 不過好像因為 剛好美國政權交接 就那個沒有特別來 那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 台灣 它 在 美國 不管是國家利益 還是說在美國社會的心目中的地位 都一直逐步逐步的在上升 那由於在整個美中台三方關係之中 佔有主要決定角色的國家 還是美國 因此呢 當美國願意 開更多綠燈的時候 中國就只能怎麼樣 中國就只能去噗噗的崩潰阿 然後呢就只能在那邊跳腳阿 然後呢就怎麼樣 就只能去做一些軍事演習阿 那更好笑的是說 在培洛西來的那段期間 中國不是說要發動 比這個1996年台海危機更強烈的軍事演習嗎 結果發現 哇 過了大概26年啦 那在 26年前 第一次軍事演習 確實 有震撼到台灣的民間社會 但是呢 到了2022年的現在 軍事演習 他的效果幾乎是連納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去看 當時的股票市場 你就知道 那個時候呢 股票基本上都還是漲漲漲漲漲漲 然後等中國正式宣布 喔我們有軍演的 確實有殺一根下來 但是 就只有那一根下去而已 馬上就拉回來了喔 所以你會發現說 整個市場 它所代表的台灣社會的氛圍 跟這個對於中國軍演的反應是 你們白不在怕你的啦 那個 這個就像 以前總統曾經有的一句名言就是 中國再大都沒有我阿伯就這樣 中國再大也沒有我爸爸打 是這樣的意思啦 所以你會發現說 中國它對於整個國際局勢的改變 它 會面臨到兩個那個非常大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說 好 美國要硬起來了 阿中國的實力還不足以看出來 要怎麼樣 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當 第一個問題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它會面臨到之前對內部的一些 宣傳 一些說法 會開始被踢爆 就是說阿其實美國很弱 中國很強 所以 只是中國不想發威 中國只要一發威 美國就會哭哭跪下來求勞 當過去的中國人都聽到這一套消息 而且也覺得 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被鼓勵出來的那種 所謂的民族主義的這種情緒 那當然在面臨到被挑釁的時候 就一定會散發出來嘛 所以當美國開始對中國動手的時候 然後這些中國的民眾就會開始有一股 一百年前的列強侵略又開始啦 咱們中國人要站起來 要支持西主席 要打回去 要給美國老一個好看 要給西洋鬼子一個下馬威 喊著正天駕響的時候發現 習近平說 嘿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就出現了前一陣子 大家應該都有在網路上看到一個非常經典的畫面 就一堆中國人 用那個抖音拍那個短的影片 在那邊幹嘛 刪自己嘴巴呢 在那邊啪啪啪啪啪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不敢罵中國政府很鬧 所以就只好用打自己的方式說 為什麼中國這麼不正氣啊 這種之類的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搞笑 你知道嗎 所以 呃 在這邊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 從美國國會議員到台灣來向其 請求在招咖趕快的這個氛圍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 台灣跟美國正在往一個 越來越正常化的往來 在做一個鋪陳跟準備 當大家都習慣說 美國的參議員 眾議員 來台灣就是真的是 像朋友那邊來觀光旅遊 打那個打卡吃小籠包的時候呢 我跟你說 更大的改變 就準備在醞釀的 那 台灣到時候 能不能夠去順應的接到這顆球 然後讓台灣的國際地位 會往正常國家的方向更加邁進 他背後的實力 跟他背後的這個根基 就有賴於我們台灣社會的共識 要更加的凝聚 當我們都越來越多人承認 願意相信 跟監禁的支持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就可以有效的避免 包括像國民黨這樣的一個扯後腿 或者說中國的見縫茶針 那也可以讓台灣在 作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 那個抬頭挺胸的可能性跟機率 會越來越高 好這段節目在這邊先告個段落 好我們要準備進廣告了 那一樣的廣告之前 要來喊個口號 蔡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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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九二點三 快樂大台中 八九點五 快樂大台北 八九點三 快樂華東 九八點三 快樂佩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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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動衣有空嗎 上面還會反光耶 讚喔 你在等過車路的時候 也不可以騎太遠 要逗留三大步看船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站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你要以身作則喔 快樂臉播網關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古人說宰相肚裡能撐船 老婆你看我肚量這麼大是不是很貴氣啊 你呀坐席不正常高血壓又鮪魚肚 什麼貴氣搞不好是代謝症候群 腰圍血壓血糖超標就是代謝症候群了 尤其是男性腰圍在九十公分以上 女性八十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了 可是我早就超過九十公分了耶 胖子回頭筋不壞 從現在起就要吃得少鹽少油還有要運動 是老婆大人 以上廣告由國民健康署提供 沾邊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地方性議題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用我跟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連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南豬如 也是台灣基金 在中央南豬的市場殘酸林 那這段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有一個資訊來跟聽眾朋友做個分享 聽眾朋友 如果沒有以上條件要進行左轉的話 記得提早打方向燈並擺頭 在路口中心處等待左轉時 也要注意對向來車 禮讓執行車及行人 以上資訊由交通部大安會及高市府新聞局提供 好的 天氣熱帶轉真的是有點 有點折磨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在騎車的時候要注意安全 那寧可多流汗 也不要太快 然後出意外 好這段節目要來跟大家討論什麼 就是說 延續上段美中台三方關係的議題 那這段我們把他 比較個人化一點 具體化一點 就是有一個比較 比較具體的例子 是什麼人呢 就是這個前聯電的這個董事長 這個曹新成 因為 曹新成、曹董 他就是 最近這個反共的這個言論跟行動 真的是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明確 也非常的那個大快人心 他之前不只是說 要關一支美金 就是三十一台幣給那個台灣的國防之用 那他今天也就是有說 就是成為熱議的話題 說他為了要證明自己是會跟台灣共存王 會再會死在台灣 所以他又重新申請了要回歸 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的身份 那當然這個東西我覺得 他是一個 滿有標誌性的個案 為什麼呢 因為 從曹新成他在90年代的這個 商業的布局 以及到他後來的神聖的發展 那到現在的局勢 那真的是可以有一種就是怎麼樣 想到一首歌的 農助回頭 或者是說這個 所謂的 抗農優惠的這種感覺 因為 在 休控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一當時 因為這個中國的經濟發展 所以說 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的國家都 想要入到中國去做生意 那個時候 不只 已經不是台灣真人腳麻的年代 年代了是中國真人腳麻這樣 所以包括台灣在內 其實很多全世界廠商都 認為說 在 這個 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是要向資本主義擁抱的時候 你要超前部署 要趕快去大好關係 在那邊做生意 發大財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 在全世界一片 準備要去進到中國的聲浪 或者是說 這種影響 這種風潮之中 唯獨 我們台灣 因為這個 李前總統 登輝先生 非常的有遠見 他提出什麼 他提出 戒籍用的 從這個 所謂的西進變成南向 那 也因為 這個 李前總統 他 確確實實是 跟 對共產黨的理解 非常的深刻 他對中共的理解 非常深刻 所以 李前總統他知道 中國就是 騙主 講話 都沒辦法相信 那 他 牽之 著見的 勸阻台灣的資本 企業 不要進到中國 但是 成效有限 說實話 畢竟 你也不能夠拿槍底的老闆說 你不准去中國 那 在政策上面的 這個 一些限制 或者說一些勸阻 效果 當然是有限 那 在這個過程之中 各行各業去到中國 投資裡面 就是比較有指標性意義的 當然就是 潮新城的聯電 連華電子 你看這個 連華電子的英文 也就是 這個名字 很有意思的 United 統一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聯電就是在90年代的西進過程之中 確實是扮演指標性的企業 那他 先後在蘇州那邊有投資設廠 那發現結果一開始當然是比較風光的 有一些賺錢營收 可是呢 到了中期後期 特別是二零 兩千年之後 那發現那個 不管是經商的環境不一樣的 又或者是說 官方的保證不可信 又或者是說 被在當地合資的中國企業有一些 這麼一個所謂倒債啊 或者是說這個 被騙的現象 那都使得聯電他原本從這個 一度可以跟台積電並駕齊驅的這個 雙箭頭 變成現在的大哥跟二哥 有沒有 而且股價也越差越多 像台積電現在都還在500多在盤嘛 那聯電即使是前一陣子的這個暴衝期 最高也才拉到72 現在大概在40塊左右盤來盤去 所以發現這股價差了大概11倍以上左右 11倍12倍以上 那經過了這麼大的轉折跟變化 那我相信對於曹先生來說 他這個人生二三十年的所見所聞 對中國的觀感一定會有非常大的改變嘛 那曹青城他在西進中國之後呢 也一度把他的那個國籍換到了新加坡去 那其實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都還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那個年代的曹青城他還是對所謂的亞洲價值 是比較有一個仰慕或者說比較支持的 下面個最亞洲價值的Action Value 這個是這個新加坡的這個前總理李光耀所提出來的 這個東西基本上聽起來很威 但某種程度上他就是跟這個所謂的北京共識一樣 是要跟西方的價值觀來做一個對抗的啦 因為齁西方的價值觀的價值觀 他就是自由民主人權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走這一套的價值觀 走這一套的那個信仰 可是呢對於那個本來不想要接受民主的 不想要接受這種西方民主 又或者是說他對這一套沒有什麼好感的國家 那當然他就必須要去想一個說法說 為什麼我們不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玩法啦 我不是在說兄弟像啦 就是說對於這些特別是亞洲國家 這些比較是威權政體的國家 那他們為了要去建立起一個可以跟自由民主對抗的正當性 就要有一個新的名詞出來了嘛 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 那這個亞洲價值的具體概念是什麼 大概就是跟過去國民黨威權時期統治一樣啦 有限的民主 穩定跟經濟發展優先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合理的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那個政府不要常常換 執政黨一個地方 一直都那一個就好了 那最好領導執政黨的那個執政者也是一個就好了 也不用常常換就是這樣 所以這套亞洲價值 在新加坡這邊透過李光耀提出來之後 他確實也成為了一度是顯學啦 因為他還蠻符合就是這種威權統治者的需要 一個論述的正當性 那麼呢當然也在這個概念之下 中國跟新加坡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立場上 就相對來講是會比較近一點 特別是在強調所謂的 穩定跟發展的這個路線上 所以呢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個 曹星成他的人前這個人生歷練 就是大膽西進之外 進去中國做生意 那另外一方面也又一度陸籍到了這個新加坡 當新加坡人 你可以發現他的行動跟他的主張 基本上是蠻一致的啦 那撇開這個政治的立場不談 我是還蠻欣賞這樣的一個行動力的 就是說他也不會很這個扭扭捏捏的說 哎呀做一套實際上做一套 不是就是一個漢子 一個真正的漢子 不是新北那個漢子 這個漢子就是說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我會用行動去證明我說的話 或支持我說的話 所以當他的人生到了2022年 2020年之後 當他開始去陸陸續續發現說 之前自己認為比較好的一種中國模式 亞洲價值 其實不是說想像中的那麼樣的一個好 或者是發展那麼OK的時候 他開始也會去對自己做反思啦 那根據曹青城自己的說法 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就是說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之間 那因為反送中他代表的是 中國的這個一國兩制承諾是完完全全 就是個政治渣男的騙子 就跟最近在網路上很紅的那個指南行為研究社 有個叫阿正的一樣 阿正的多重宇宙 跟共產黨的多重宇宙 是有一個高度相通的概念 那那個簡單提一下 那個阿正的多重宇宙是怎麼回事 就是有一個叫阿正的男的 然後呢 他就是在網路上不停的去騷擾那個女性的使用者 那他的手法跟花招也很妙啦 就是會那個假借說 我要送你一個小禮物啊 把人家又騙出來見面 那你如果就是騙出來見面 他沒有辦法怎麼樣的時候 那那個約會結束了嘛 他就會開始找一些理由去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喔 那個 你要給我回禮喔 你不給我回禮我就幹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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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他也甚至為了1500塊錢跑去那個 那個他一度要去認識的女的朋友的家裡面去賭人 你看有沒有誇張 1500塊 然後呢 那如果這個女方喔 開始去封鎖了這個阿正的時候 阿正就會開始 喔 一人分飾好幾角 喔 26個比例不夠看了 應該要48個阿正 因為他就會開始先用本尊帳號去騷擾那個女生 然後等到那個女生受不了封鎖之後 他就會去開新的分身帳號 一下子什麼米蘭達拉拉拉 一下子阿曼達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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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但是香港人沒有辦法因為在七空年代八空年代 英國要跟中國討論香港的未來 當時香港人沒有辦法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但因為當時香港的主權問題被中國跟英國有一個默契 什麼默契呢?就是不要把它提交到聯合國去處理 因為如果香港是以一個英國殖民地的身份 要去做這個所謂的脫離殖民地的話 那他就會經過所謂的著名自覺的程序 就是全體香港人決定說我們要不要成為一個國家 或者是要不要加入到中國這樣子 那中國為了怕節外生殖 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跟英國就是軟硬兼施來 又是施壓又是幹嘛的 就是要先讓英國去再聯合國 大家一起把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給他拿掉 當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時候這就代表什麼? 這個就代表說當英國放棄了香港的主權 他就會很自然而然回歸到前一個主權的擁有者手中 也就是中國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他最大的這個關鍵點 就是說香港他既然不是用殖民地的身份 去做後續的主權的歸屬的時候呢 那他就注定了只能夠回歸到中國的手上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渣男中的渣男 他就是讓你跑不掉了 那回歸到中國之後呢 鄧小平保證的50年不變 什麼馬照跑舞照跳 這個 大家也都看得出來嘛 不到25年不到一半 就整個都不見了 整個承諾 昨晚的山盟海事變成了今天的拍死 所以呢 這個情況之下 只要任何一個對自由民主還有一點堅持 或者是說對自由民主是擺在比較高的價值位階的人 看到香港的狀況都不可能會再相信說中國政府的任何一個字 一個字 一句話嘛 對不對 所以他當時2019年的這個反送中運動 他不只是震撼我們台灣 他也是讓全世界都嚇 嚇嚇了 結果發現說哇中國啊 那個中國共產黨 完全是一個沒有誠信的這個政黨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只是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你回歸到個人也一定是嘛 所以曹新城他就是在這個脈絡底下 可以說是徹徹底底的 從所謂過去的 中國夢中逞過來的人 中國夢 不見了 清醒的 夢醒十分 陳書華出現的 欸 糟糕 忽然間本想要唱就忘記怎麼唱 可惡 一定是跑行人跑胎的 你說你愛的不該愛的人 你的心中滿是傷痕 對吧 這完全是這個寫照啊 所以 當大夢初醒的曹新城 他回顧過去二三十年來 竟然是夢一場的時候 早知道是怎樣 欸怎麼又開始唱起來了 不對喔 如夢一場 好不要再唱了 當他發現是夢一場的時候 那個 悔悟啦 覺醒啦 或者是那種想要 為過去的自己做一點什麼的事情的時候 再加上他又是一個非常有頭有臉的人物 他也很清楚他知道說 過去的一些主張言行一定會影響非常多的人 所以當他自己覺得說 自己做錯事情的時候 他身為一個漢子 他最理性的選擇就是 他要扛起這個責任 好之前我曾經 讓大家誤會了 跟著我一起被誤會了 所以現在既然我決定要轉向 我決定要覺醒了 我就有義務要讓大家也知道我的決心 並且也希望過去受到我的影響的人 可以 就是再一次的覺醒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他現在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踴躍 或者說非常非常的 感覺起來是蠻 呃 劇烈 或者是說蠻 那個 直接的一個很 背後重要的原因啦 我的觀察是這樣啦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作為一個這個 覺醒的人 他 會 為了彌補自己過去的過錯 然後呢 比別人更衝 比別人更努力 甚至說比別人更大膽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曹青城他的整個新度地層的轉變 那當然啊 這個看在那個曹總這麼的勇猛的份上 那個小弟本人也是有一些聯電的股票做一個贊助 不過我買股票的時候買的點位比較高啦 現在還在套牢中啦 也希望那個聯電可以一直業績長紅上去 就是這個 要不要解套之後 要不要賣再說啦 但至少就是先看庫存不要是綠的嘛 那不過話說回來啦 就是你站在公司的立場 當你的這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那麼 大方的 或者說那麼 大張旗鼓的去反對一個國家 特別是這個國家 他又有一個蠻重要的經濟地位的時候 那作為現任的公司經理人 他會採取切割的手段 是完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完全可以接受也可以認同 因為公司的利益 他畢竟是一個關鍵啊 公司他不是一個人公司 他也需要跟股東交代 那雖然說 站在股東的我身份 小股東來說 是雙重的立場 就是說OK我希望這間公司賺錢 但是當這間公司的前創辦人 前董事長 那麼有GAS的反共的時候 我也很希望可以支持他 不過站在公司管理階層 還是希望可以保持營收優先啊 所以聯電後來切割了曹青城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 曹青城也表達理解 他也知道說這個是必然的現象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並不是鼓勵大家買聯電好不好 這個我不是專家 我是要說的是說 你從整個美中台三方國際關係的改變 以及他對於整個 不只是國家的戰略地位跟策略的改變 他也會影響到 具體的個人 在這個環節之中的看法跟他的立場 所以這就是政治之所以複雜 但是卻很有 這個廣泛的包容性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在政治之中 就算是政治能感也還是會被政治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聽聽說 大家要來去參與政敵 關心政敵 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又要來進一次廣告了 同樣的廣告之前 要來跟大家拜託 11月26號 各鄉哲雅南主委 市議員選舉 敬請支持陳子瑜 感謝 快樂哥哥賓 97.5 快樂昆家南 92.3 快樂大台中 89.5 快樂大台北 89.3 快樂華東 98.3 快樂配偶 96.7 快樂紅蝦 91.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邦旺 最近很不順 家裡蚊子又多 今天又覺得頭痛花燒 該給師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還有後眼窩痛 肌肉關節痛出疹 你怎麼知道 你也是喔 對啊 這是登革熱症狀 家裡積水要腸道 否則容易長病霉紋 引發登革熱 這麼嚴重喔 對啊 趕快去看醫生啦 有問題就打1922防疫專線 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支署提供 真編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觀白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永遠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連播放 碰起三三五 疏離三三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歡迎回到快樂聊知識的節目現場 您現在收聽的是快樂連播網 我是朱祺琳 丹朱茹 也是台灣基進在高雄左營男子的市議員參選人 那麼這段節目呢 我們來把視野放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浩瀚無垠 飛向宇宙有沒有 八四光年的台詞 主要是這個天文 因為目前全世界最強大的天文探測裝置 就是這個偉伯太空望遠鏡 他跟那個派到空中 那個派到宇宙區的一些 這個太空梭 或者是一些這個探測器一樣 就是扮演著為人類拓展在整個宇宙中飾演的重責大任 那麼呢 目前根據最新的這個探測結果 微博望遠鏡找到了一個證據 證實在太陽系之外 有行星上面存在CO2 就是這個二氧化碳 為什麼說二氧化碳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禁錮呢 因為二氧化碳是那個轉換成 或者說提供生命體的存在一個必要的元素 也就是說 當發現了一個行星上面有二氧化碳的時候 就不排除這個行星是有機會去孕育出生命的 也就是說這個外星人有可能會出現 那不只是在太陽系裡面 大家一直認為說火星是最有機會的 因為他的這個跟太陽的距離啊 那個火星上面的一些可能有水的一些痕跡這些 那都是提供發展生命的必要元素嘛 那在太陽系之外 微博的這個望遠鏡也找到了 就是有行星是具有二氧化碳的證據 所以呢 這個就讓外星人或外星生命到底存不存在的可能性 又大幅的增加了 那當然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那當然會大幅的改寫 在地球上的一些龐大的認知 特別是這個宗教 那這個是開啟了一個很複雜也很有趣的議題 就是說 在這個人類的文化跟文明的發展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歷史的年代 它反映出不同的對於世界跟世界以外的人類的想像 那舉一個例子 我估計的就是這個希臘羅馬的神話故事 大家都聽過嘛 不然伊卡洛斯有沒有 在以前的兩千年前的這個希臘人羅馬人 他們是怎麼去想像 這種這個超越他們能力所及的世界呢 一個有那個希臘眾神 第二個像是說 如果他們要飛去月球的話怎麼樣 就是在人的身上裝什麼 裝翅膀 而且還是用蠟打造的 所以當他越飛越高越接近太陽 那個蠟就融化了 人就掉下來了 所以 飛去月球 這一個從兩千年前到兩千年後 都一直存在的這個題目 他在不同的年代 會呈現出不同的到月球的方式 像是在中國 中國的傳說就是那個無鋼乏跪 或者說嫦娥奔月 那嫦娥是怎麼去月球的 就是那個尼賞羽翼 飛飛飛飛飛 就飛過去了 連翅膀都不用裝 感覺比伊卡洛斯還厲害 公升球 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種一個對於 探索未知的想像跟這個意願 一直是人類歷史裡面的不變的主題 那兩千年前的到月球要裝翅膀 裝那個尼賞羽衣 那兩千年後呢 到了那個二十世紀十九世紀的時候 已經不一樣了 已經開始變成說 在最早期 例如法國 它是電影的始祖國家 在早期的這個法國電影裡面 它有改編一些當時候的這種奇幻文學的作品 那裡面呢 就是那個 他是一個可以說是科幻之父 那他就是 欸好像就海底兩萬里的作者 那他就提出一個方式 怎麼去月球呢 就是把人裝在炮彈裡面 然後發射大炮 砰 咻 咻 砰 就到了那個月球表面去 那這部電影 它的影像 你網路上還找得到 所以你會發現 過了一千多年之後 你要去月球的方式已經改變了 你不是用飛的 而是你可以塞在炮彈裡面 砰過去 那塞在炮彈裡面 這個看起來有點 有點有點有趣 或者說有點抓 可是呢 不要忘記喔 人放在炮彈裡面 這樣的一個idea 這樣的一個點子 這樣的一個想法 它已經實現了 為什麼 因為炮彈變成太空梭的 他人就是塞在裡面變太空人 然後就 3 2 1 GO 有沒有 火箭就升空 然後推進器1解除 推進器2解除 然後呢 就咻 就穿出了大氣神 來到了宇宙之中 滿天的星星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 所謂的人類他的變與不變 他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 那我在蠻早以前 其實對科幻小說也蠻有興趣的 就是那時候還在當學生 就是不想面對所謂的科業壓力 自然而然的發展出很多第二專長 例如說 對於甜點的評比的喜好 對於麵包的喜好 這個都是在念研究所實習打造出來的 那看科幻小說也是啦 那就是說從各種科幻小說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的脈絡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一種手段的方式 跟他的一個呈現的面向 那這個就變成說 在所謂的人類力量之外的世界 他大致上就區分出了一種 以前叫做奇幻或魔幻的世界 另外一個就叫做科幻的世界 他的落差在什麼地方 就是有沒有一個科學的原理去做一個證據 像那些哈利波特有沒有 咻咻 那個胡雞蟲 噓 或者說 啪啪啦啦 魔藏念念咒語 那個魔法就跑出來 這個 神奇的力量 這就是所謂 魔幻跟奇幻的世界 例如說像納尼亞傳奇這種 但是如果你變成了像星劍情行徑 STARTREK 或者是說那個異形這塊 你可以靠著這個所謂的機密計算 打造出太空梭 打造出火箭 讓你上太空 或者是說去 射出高能量的雷射光束 他的威力不會輸給魔法這個 可是你是真的可以用一種 科學的數據去做計算出來的 這個就叫做科幻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Science Fiction 跟所謂的那個魔幻 Magic Maction的這個最大的差別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差別 這樣的一個分類 它確實是不可逆的嗎? 其實不會喔 這也是人類很有趣的一個地方之一 也就是說 當我們沒有辦法去理解背後原理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先把它歸類成 魔幻跟奇幻的脈絡跟範疇 就像回歸頭來 哈利波特裡面 它不是裡面的報紙很有趣嗎? 就是它的插圖 一般報紙插圖是不會動的 可是哈利波特裡面的 那個報紙 它的圖是會動的 許許如生 跟你哈哈笑笑一笑 這個在過去被當成是 魔幻跟奇幻的 類別的東西 它其實可以用科學的方式製造出來 大家 特別是在台北的朋友 你們都是有在這段上班的對不對? 你搭節目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 你原本的那個指板的廣告 它變成什麼? 它變成了LCD螢幕 它裡面的東西不是已經不會動的喔 是會動的 公車的電視廣告 或者說你現在大樓裡面也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LED的廣告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就是說 當人類的技術跟知識進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是可以把魔幻跟奇幻的分類 變成科幻的分類 所以魔幻奇幻科幻 它其實並不是絕對的 排斥或者說絕對的對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人類的社會很有趣的一個方向跟一個地方 那 隨著科技的進展 包括 你看像是金探子 哈利波特裡面這個東西 能不能用人的力量 用科學的力量製造出來 可以嗎? 你看 你就造一台小台的無人機 把它七成金色不就是了嗎? 對不對? 空拍機嘛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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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或者是說 那個會飛的哨走 也是OK啊 你就把那個想辦法,把那個推進器塞在哨走裡面 然後包裝成哨走的形狀 然後開關一按下去 咻曉!!就配上去 這也是有個可能的啊 所以說 這個就是一種 人類社會的一個進步的一個象徵 那過去是 存在腦袋裡面的一些天馬行空的想像 那隨著這種 Co科技 技術的進展 它有些被淘汰掉了 因為暫時做不出來 但是有些是真的可以做出來的 那這樣的 發展的脈絡跟過程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人類視野的拓展 它一直都是處於一個從位置到已知 再從已知邁向更大的位置的這個方向 有一點正反合的辯證的過程 所以像過去你看像在2000年前的宗教的經典 有希臘神話那種所謂的超人的存在 那也有像是一些宗教 就是說那個世界上只有一個神 人是神造出來的 那這樣的一種假設 隨著科技的發展跟人類知識的進步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遭到的挑戰 例如說其實人目前的科學證據是說從猿猴變過來的 也就是說演化說跟這個神造人說 兩個學說很大的衝突跟一個一個一個對立 那可是呢雖然說人類的社會他的技術不停在進步 可是有個東西進步的不能說沒有但是很慢 是什麼呢就是人性 那我相信不管是2000年的希臘神話他所呈現出來的人性 又或者是說2000年後的現在 我們不管哪一個國家社會的人性 基本上都是這個大同小異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在2000年前的希臘神話 宗師就是一個管不住下面的一個人 一個半人半神 一個神 所以他到處去留下他的子子孫孫 他這種人叫做渣男嘛 在現代社會也是有很多有沒有 就社後不理這塊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種以人性為主題的作品 你在2000年前 1000年前看到的一些經典著作 例如說薩斯比亞的四大悲劇啊 又或者是說像那個日本的原始物語啊 或中國的一些什麼桃花散嘛 或者說唐代的這種傳奇的故事 那到了現代 基本上都還有很大的一個共通的共鳴性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人類的文學領域之中 他比較有這種倦勇的經典作品 而不會像科幻小說一樣 可能過了那個年代之後 從更新的世界回過頭去會發言說 啊你這個行銷 你會不會說 會有點比較 玩耳的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這會讓我想到就是說 在我們的國寶級作家賴盒 他也是有一句話 我覺得說的很好 就是這個原來這個 背的不一定很準確 請多多見諒 原來這個社會的進步跟人類的幸福 是兩馬子事情 那回過頭來 那要怎麼樣讓我們的人類的社會可以 又進步又幸福 那還是要回歸到就是大家希望能夠 第一方面就是提升自己 就是說 不要走上歪路 那不要做有害於其他人的事情 第二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也是要盡量的多多關心社區 關心親朋好友 或者說關心社會的議題 或者說政治的議題 不管哪個層級 只要能夠去多多付出關懷 去多做好事 那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會更加的幸福 會更加的 HAPPENESS 大概是這樣的一種想法 所以拉回過來 你會發現說我們的節目 雖然感覺起來天南地北什麼都聊 但其實核心的議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就是希望可以讓台灣越來越好 那包括我自己這一次出來選舉 也是抱持著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基本上來講 只要是能夠多做一點事情 能力所及 就盡量去做 但只是那個議員這個工作 他不是你想做就做的 你需要陶家的允許 你需要老闆的同意 什麼老闆呢 就是你這個選區的選民 所以像左南區為例 像我比較保守估計 至少我這個議員履歷表 這個工作申請書 至少要有16000個老闆 點頭答應 我才能夠去應徵到這份工作 所以呢 在這邊就是要再次的拜託大家 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11月26號 高雄的左營南區的市議員選舉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看是不是能夠為大家做一些更多的服務 那不只是包括這個市政的議題建設 或者說國際的議題 又或者是說對於高雄的發展 我相信這個都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也有很多跟我一樣想法的人 我相信 在全台灣各地的這個議員選舉之中 都是在努力著 那也希望這些我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都能夠一起順利 不管是市長 里長還是這個議員 都能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好以上是今天的節目 要在這邊告一個段落的 快樂流時事 我們空中同一時間 再相會啦 掰掰 口罩有很多的詢問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們聊天